在某個山中有一棟小屋 小屋散發溫暖的光 在森林中特別明顯 屋裡住著一隻愛網共的大熊 大熊正在上網搜尋他最愛的食物 有個很特別的網站 大熊好奇的點進去 哇 限制強購耶 這個蜂蜜份量又大又便宜 還滿意送你耶 限時24小時內 使用比特利角膠塑膜 否則刪除的檔案 班傑的手機變成廢鐵 這 這是什麼啊 有好的美味蜂蜜呢 大熊又餓又無助地倒在地上 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你這是遇到勒索軟體了吧 要我幫你呢 你怎麼在我家 算了 勒索軟體是什麼啊 既然你誠心誠意的發問了 那我就大發死倍的告訴你吧 勒索軟體是一種主動式儲存式攻擊惡意軟體 將電腦封鎖起來 加密硬碟裡的多種檔案 也許受害者使用比特幣 且限時間內獎納贖金 真是太可怕了 那我們要怎麼預防合索軟體呢 不隨意集點不明網站連結 重要檔案與資料多重備份預防 定期更新防毒軟體 保持最新病毒碼 如果受害了 該如何應對啊 一 裝備網路連線 中斷前不開啟檔案 二 保存現場狀況 尋找資安專家資源 三 評估真情狀況 瞭解哪些資料被加密了 四 勒索加密南部件 最下策就是支付足金 那我們先去找資安專家看一下好了 好安 有所軟體要小心 贖金支付貴又高 資安保護盡在心 多重備份最安心 好 不客氣 5 諸董 還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